大家好我是BB姐 又是一年毕业季 大家都会拍毕业照作为校园青春的激烈 那如何拍摄元气满满的夏日感青春校园小短片呢 本期BB姐跟大家分享六个小技巧 一起来看看吧 从铃铛音选影像 欢迎前往搜索HeyJones 银河系最酷无人机团伙在等你哦 记得清清楚楚的手你爱我 我看见你枯枯的笑容 也有腼腆的时候 夏天的风就暖暖吹过 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 当你少年时 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 一路走来 步履越来越苍惶 回望来时的路 你 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见 眼前这个少年 还是对出了墙点 面前再多阵线不退卷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大家觉得我和UC的校服装扮有学生的感觉吗 快来弹幕告诉我吧 既然是纪念学生时代 校服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另外 妆容上面尽量简单干净 千万不要浓妆眼影哦 毕竟年轻的肌肤就已经是最好的妆容啦 我们普通人毕竟不是专业模特 在镜头前的表现多少会有些拘谨或者是不自然 所以提前准备一些跟校园生活相关的道具 在拍摄时利用道具进行活动 画面效果会更加自然和有趣 另外 如果是多人合拍 摄影师可以引导拍摄对象进行互动 设计一些看得见的肢体语言 可以增强影片的故事性 在拍摄时 如果只有一台相机 那么建议大家一个画面拍个两三遍 可以从三种景别或者是三种角度来拍 这样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画面选择 无论你是拍4K还是1080 建议多用60帧以上进行拍摄 这样我们后期剪辑的时候呢 既可以使用正常速度 也可以使用慢动作 这样就提升了后期操作的空间 而且慢动作比较出效果 还具有减缓抖动的作用 最后一个小经验就是 适当拍摄一些特写和空镜头 我们在拍完一个场景或人物之后呢 别忘了补一两个特写镜头 像人物的特写镜头呢 就比较能够传达出情绪 渲染影片的氛围 空镜头呢 可以作为剪辑时的一些穿插过度的画面 OK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的六个经验分享啦 如果你正好要拍毕业纪念视频 或者是有人找你帮忙拍毕业小短片 那希望本期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喜欢我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投币分享三连哦 我是BB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